主,我想要祷告,并且用伊赛亚书58章12节来祝福列国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以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雷代的根基 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是的,主,我相信并宣告 现在就是要重建的时候 然后修造已久荒废之处 要来预备你的安息之所 我宣告我们是一个家会一起来建造、重建 并且预备你的安息之所 这也就是末世的命定 就算新冠病毒也不能够来阻挡我们 仇敌尝试要来分散教会 借着这样的病毒 但是它只是使教会变小 成为家庭为中心的 谢谢主,我祷告 将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 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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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